不过滤,不打氧,看似一滩死水,却蕴含着养鱼的奥秘。 古法养鱼的原理是什么呢? 你可以把鱼缸看成一个小型湖泊,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。 抵杀水草与三者相互依存形成了美妙的平衡。 抵杀和石头的存在不仅为消化细菌提供了温床,还能吸附水中的鱼变和杂质,将它们转化为水草生长所需的营养。 而水草则在净化水质的同时,释放出氧气供鱼而呼吸,但请注意没有增氧泵的情况下,仅靠水草产生的氧气是远远不够的。 为了维护鱼缸生态的平衡,关键在于控制氧鱼密度,选择体型较小的观赏鱼并保持适当的数量,这样才不会导致鱼缺氧和水质恶化过快。 当鱼缸生态保持平衡水质稳定时,自然可以延长换水的时间,甚至几个月或一年半载不用换水。 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,养好鱼就很轻松了。 如果你也有一个鱼缸,不妨尝试一下这种简单的养育方式。